盘桃园 当陆无飞在桃园最深处找到便宜弟子孙悟空, 看着他的醉酒之态, 看着他将手中大盘桃藏于身后之举, 心中立刻就有了不妙之感。 他刚刚进入园中寻找孙悟空时, 就一路观察过, 与他当初词官下届那时相比。 盘桃园内的最外层的三千年一熟, 被称呼为小桃的桃林内还好, 成熟期桃子很多,没什么变化。 至于第二层,六千年一熟的桃林, 成熟期的桃子虽然少了一些, 但是也还好,还算看得过去。 但是桃林第三层,九千年一熟, 被称为大桃的子文相和盘桃林, 就有些明显了。 成熟期的桃子明显少了很多, 这如是外人看了或许不了解, 大概会以为这一层桃林收成不好。 但若是外面那熟悉桃园的土地神看了, 定然会看出问题。 陆无飞是教会了孙悟空, 学会了合理损耗盘桃, 但那也不是这么损耗的。 这才多久呢? 他虽然下届已有三十年, 但天庭也不过三十天, 一月时间而已。 一月时间, 就将子文香和盘桃林造成了大量减产之面貌, 这实在令陆无飞生气。 这时, 孙悟空晃动着手中九瓶招呼道, 师父, 你来了。 只是心中生气的陆无飞, 不仅没有理会孙悟空的招呼, 面色还迅速落了下来。 一瞬间, 孙悟空立刻惊醒, 身上再无半点酒意。 这一清醒, 他便立刻有些明白过来, 小师傅生气是什么原因了。 孙悟空嘿嘿一笑, 拿出刚刚藏在身后的大盘桃, 就要往一旁的摘下的盘桃枝鸭上接去。 只是花果山上的那些灵果们能摘下在街上, 但这摘下来的盘桃, 却是怎么也接不上了。 接一次吊一次, 孙悟空看着小师傅, 面色迅速尴尬了起来, 但他不信邪, 边接口中边不断念着各种咒语。 陆无飞看得直摇头, 探声开口道, 别费力了, 这是盘桃树, 天地灵珠, 摘下的哪有还能续上之礼? 嘿嘿。 孙悟空善善一笑, 伸手就将接不上的大盘桃递给陆无飞。 陆无飞也不客气, 结果硕大紫纹香和大盘桃就收进了储物空间内。 接下来还需要他为这猴头费力擦屁股, 吃他的盘桃确实应该的。 账布呢? 收起盘桃, 一脸嫌弃模样的陆无飞看向孙悟空伸手道, 给我。 见小师傅收起盘桃, 没真生气, 脸上又迅速高兴起来, 拿出账布就递向陆无飞乐呵笑道, 给, 师傅。 俺都照着师傅上次走前交代的做了。 听到孙悟空这般言语, 陆无飞转头斜了这猴头一眼, 你要照做了才有鬼了。 将盘桃园账布仔细看过之后, 才发现这货平时却是按他他当初临走前交代那样做的。 但是一旦这猴子喝多了酒, 脑袋发昏时就完全顾不上了。 那这些呢? 好一会, 陆无飞检查完账布, 指着上面的缺口对孙悟空问道, 这些盘桃哪去了? 这这。 孙悟空看着上面缺失的盘桃数量眼睛直发愣, 直至吾吾说不出声来, 只顾善笑挠头。 看着孙悟空这般模样, 陆无飞哪里不知道? 这货在他离开这一个月以来, 估计都没翻过这账布。 于是, 接下来一个下午, 陆无飞就在盘桃园内, 为孙悟空擦屁股而竭力忙碌着, 不断使唤着土地神与一众园中历士们。 当时间走到有时, 又到了一日散值下班之时, 陆无飞带着孙悟空离开了盘桃园, 回到齐天大圣府内府。 府中内堂已然备好了菜肴, 陆无飞拿出账布, 指着上面还剩下的盘桃缺口对着孙悟空道, 接下来, 不准你再动一颗成熟的子纹香和盘桃, 但是, 第一林和第二林的盘桃, 可以适当比为事之前告诉你的多吃一点点。 听着小师傅又是不准他动盘桃, 又让他多吃盘桃之举, 孙悟空不由挠头道, 师傅, 你说清楚点, 俺有些没听懂。 看着这货贪酒, 陆无飞知道, 他不是听不懂, 而是现在完全听不进去, 便探声道, 算了, 明日去了盘桃园再说。 第二日, 陆无飞站在盘桃园第一林与第二林之间, 道, 第三林的大盘桃, 你不仅不能再动一颗, 还要催促历士们每日加倍灌溉除草, 加速盘桃增长, 至于这俩林, 陆无飞指着一领二林道, 你稍微适当比之前多吃一点点, 已造成园中盘桃总体产量不佳模样, 这样便能稍微遮掩些第三林的情况, 但是你吃得注意, 不能带着那一个区域的吃, 要均匀。 接下来五天, 其中有四天半都与孙悟空待在了盘桃园内, 帮他擦屁股, 剩下那半天, 则用来拜访张晋, 习道云等几位武装官的师兄师姐们。 第六日, 清晨, 卯时之前, 齐天大圣府, 内堂, 陆无飞看着眼神清醒的孙悟空叮嘱道, 等你吃均匀了, 一年之内, 你接下来都不准再动一颗盘桃了。 为师已经问过了, 再有一年, 便是王母娘娘再度举办盘桃盛会之时。 到时, 王母娘娘定会派遣仙鹅来采盘桃, 以宴请群仙, 只要你接下来一年内, 不再乱动, 重新长熟的盘桃就一定够盛宴使用, 我们试图偷吃盘桃之举, 就一定不会被发现。 反之, 想必你肯定知道此事严重, 悟空, 你可明白, 明白了明白了。 孙悟空听得直挠头, 举杯道, 来, 师父喝酒。 看着如此模样, 像听进去了, 又像没听进去的孙悟空, 陆无飞只觉心泪, 但想到猴头不喝酒时, 还能找着他所说的做, 但是一喝酒就控制不住, 陆无飞顿时有了注意, 一挥手, 地上立刻出现好几打坛酒缸, 陆无飞随即举杯道, 喝, 不多酒, 当最后一坛大酒坛见底, 看着醉得呼呼大睡的孙悟空, 陆无飞起身走向后院厨房, 很快, 从厨房出来, 便去了前堂, 看着眼前低眉恭敬站立的安静丝, 宁神丝及小丽, 陆无飞言声说道, 那厨房, 酒水我已经收走, 一会, 我会再去那后勤司, 直接断了他们每月供应大圣府的酒水, 你们不准想任何办法, 帮你们大圣借酒, 弄酒, 出主意, 否则, 我定严惩不饶, 一会, 他不仅要去天庭后勤司, 还有去找盘桃园的土地神, 同样严禁他借给孙悟空酒喝, 以及还要去找一些与孙悟空交好的几位神仙, 也要通知一番, 是是, 小丽定谨尊大圣吩咐, 不给我加大圣酒喝, 面对武装冠弟子的陆无飞, 眼前俩先例还真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此时听到陆无飞严肃之言, 只能面色紧张惶恐, 不断点头称事, 从来源上断绝孙悟空的酒水, 这样他想喝都没得去, 这里是天庭, 他可变不出酒水来, 这算是陆无飞想的歪办法, 相处这么久了, 陆无飞已经很了解他这位便宜徒弟了, 没喝酒时还好, 能听尽他的话, 更无语的是, 这猴子酒量还不怎么样, 陆无飞想出这歪招, 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很快, 出了齐天大圣府, 陆无飞就向外走去, 去实行他的歪招, 武装冠弟子身份管用, 加上他与孙悟空的关系, 很轻松了, 完成了他之前所想的一切, 中午时分, 与孙悟空告别后的陆无飞 再次来到了西天门前, 与几天前刚见过的广木天王 简单寒暄了几句后, 陆无飞再次出了西天门, 直向着下方犀牛鹤舟而去, 呼, 耳旁风声极笑, 陆无飞身形直下, 心中却不由想起了孙悟空之事, 有了这次上天一遭, 他才明白为何记忆中孙悟空 会闹出大闹天宫那般大祸事, 因为他发现, 孙悟空心中根本没有多少敬畏之心, 不管是对天庭, 还是对这天地其他, 或许这天地间还有他敬畏之人, 例如灵台方寸山的菩提祖师, 但那种敬畏确实不同的, 总之, 以陆无飞对孙悟空自从第一次接触以来到现在, 他是如此觉得的, 否则, 即便醉酒, 他不会干出那般无法无天之事, 毕竟不同于凡人, 醉酒无法控制, 有秀为在身, 醉酒也是完全知道自己在醉酒, 也能瞬间清醒过来的, 而自从孙悟空带了他为小师傅, 陆无飞虽然一开始有借孙悟空的实力, 借机占天庭便宜之念, 但实际呢, 他是占了便宜, 但他帮孙悟空帮的更多, 因为没有他, 当初花果山孙悟空的那些猴子猴孙麾下妖怪, 不知要被天兵天将剿灭多少, 没有他, 孙悟空上了灵霄宝殿, 面对舞曲星君, 会被对得哑口无言, 至于现在的盘桃园之事, 陆无飞是跟着吃到了盘桃, 秀为大爪, 但也同样担着天大的风险, 而且因为他被靠武装冠, 一旦事发, 可想而知, 他会被群仙攻击力度, 估计还在孙悟空之上, 当然, 占多大的便宜, 就会担上多大的风险, 陆无飞对此并没有抱怨什么, 他早有准备, 也在尽力帮孙悟空该账目, 填空缺, 做计划, 只要孙悟空照着他所说的做了, 相信瞒过一年后的盘桃盛会绝不是问题, 而只要如此这般一直循环下去, 他们两位未来的盘桃将会完全吃不完, 当然, 这是陆无飞最理想的计划, 只是在孙悟空手中, 怕是得不到很好之心了, 孙悟空很聪明, 但是骨子里的也性难逊, 或许这也是他短短数十年, 便能成帝仙的最大缺陷了, 没有经历足够风雨, 波折, 骤然登上高位, 心态, 心性, 难免骄傲, 桀傲, 就像陆无飞, 他知道孙悟空性格, 知道他吃软不吃硬, 所以他基本没与孙悟空红过脸, 哪怕之前看了账目很生气, 怒气不争, 管不住嘴, 也最多只是冷脸, 然后用软方法来对付孙悟空, 让他听话, 如此想来, 记忆中, 孙悟空被压在武航山五百年, 倒也并非全是坏事了, 至少, 孙悟空原本无法无天的桀傲性格, 确实被磨平很多, 尽管如此, 陆无飞还是不愿孙悟空落到记忆中那地步, 遭那五百年之灾, 自从那当初那猴子以地先修为, 跪倒在他面前之时, 呼唤他师父之时, 他就动了侧隐之心, 他当初收下孙悟空之时, 就由此准备了, 准备帮猴子改命, 也一直为此践行着, 但是现在, 他未来要想更好帮助孙悟空, 就没法一直留在天庭, 陪在这个劫南逊的徒弟身旁, 再等等吧, 等他寻觅到机缘, 踏入地先之境, 也但愿孙悟空能听他的话, 安静别再贪嘴, 醉酒, 做妖, 只要他在王母娘娘一年后的圣诞盛会之前, 那么一切都可以挽回, 天庭一年, 下届三百多年, 三百年, 够他寻觅到机缘, 成就地先吗? 陆无非不知道, 修行本就逆天而行, 世间太多修行者, 多少精彩绝艳之辈, 困在这一天坠太久, 终其一生, 但对陆无非来说, 不管三百年够不够, 行不行, 他都要尽力而行, 不留余地, 一念至此, 孙悟空, 天庭, 太平山, 乃至武装冠, 一切纷扰都统统都被他抛之脑后, 抛开了那一切束缚, 他顿时只觉周身清静一片, 只觉前所未有之轻松, 随即一袍随风鼓荡, 烈烈作响, 从现在开始, 他不再是太平山之主, 不再是武装冠弟子, 不再是名声显赫的通天大圣, 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 寻觅机缘的寻仙客, 一念至心头, 陆无非身心愉悦, 直下苍穹, 三年后, 南瞻不周, 连绵苍莽山脉边缘, 清晨, 一道身着青袍, 头戴斗笠, 腰挂长刀, 背负弓箭, 手持探路木棍的修长身影, 从山脚走出, 稳步走向稍远处, 那青涩吹烟鸟鸟的村庄, 小阳村, 高达三米, 满是尖锐木桩倒刺的木栅栏村门前, 两个青年汉子正打着哈欠, 已在高大厚石木门前,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这时, 其中一汉子不经意扫了远处山脚一眼, 就看到一个山中走出的身影, 他连忙道, 看, 伟哥, 那里, 被叫伟哥的高个汉子马上转头, 就看到通往远处山脚的道路上, 一身穿青袍斗笠, 但看不清面容的身影正向村庄走来, 这大清早道, 那人居然从山中走来, 会不会妖怪? 挨个汉子连忙问道, 怎么办, 伟哥, 要不要去叫祖佬, 等等, 伟哥高个汉子, 眯眼仔细看向来者, 随即对方慢慢走近, 他也算是看清楚了, 来者青年模样, 和下短须, 腰挂长刀, 背负弓箭, 手持木杖, 看起来很像一些一高人胆大的游者, 他再仔细看向对方双腿, 双腿有宝, 还有不少泥渍在身, 这模样却是有些不像妖怪了, 我还从没有见过如此像人的妖怪, 伟哥汉子看清来者身影后, 开口说道, 何况, 你也说了, 这大早上的, 妖怪不会选择这个点下山的, 说着, 叫伟哥的汉子拿起了一旁的铁枪, 推开了村子大门,